2月20日,台湾爱情喜剧电影《阿摩的梦中情人》在京举行了首映室 主演蓝振龙、安心雅、王伯杰等一众主创西数亮相 在片中,男主角蓝振龙和女主角安心雅两人 每次见面都是在御史、墙头这些非常规地点 因此拍摄起来,蓝振龙多少有点尴尬 靠下来我的头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是一开拍也会觉得导演在开玩笑吧 就是真的要这样拍嘛 就五公分内裤那种,我会觉得开玩笑 然后我一样带着迷惘的心情到现场 然后就开始拍 然后因为摄影机在这里,然后就是 他的这个距离到我这里,然后我其实不太敢看他 就是真的只有在 好,action的时候我才把那个抬起来 不然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眼睛现在看哪里,我也是不好意思 不然没有 他也会有赞看着你不觉得身材好棒 很满白的 满白的 不是提升 赢不赢不赢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 大S的老公汪小飞投资了本片 但当天媒体却发现 投资该片的是另一家餐饮企业 而非汪小飞的连锁餐馆 因为和大S有往日旧情的缘故 蓝正龙当天不得不尴尬面对媒体的追问 想问一下蓝正龙 因为之前那个网络上有新闻说 这部电影在内地好像得到了那个 汪小飞那个撬江蓝的支持 是有这种事吗 我们应该只有烤鸭的那个 灯口 看到没有宣布敲江蓝的 这一边没有 谢谢 但是也有一些声音就质疑说 这个是不是偏方自己在炒作啊什么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应该不是吧 因为不看过你的别忘了 那是不是说觉得那个过了这么久 然后你的电影来内地宣传 还要扯上大S会有点不高兴 不是怎么样 说实话还是会有一点觉得怪怪的 就是 就是 就 就怪了 有谁有心电集吗 大家分享 只有我吗 我问一个导演的问题啊 谁让人回来玩 谁让人回来玩 好有谁要问导演 关于导演的问题 没有心电集吗 没有心电集吗 酷里娱乐北京报道